白子台灣 釀酒未來 台九董事長丁彥哲 周一親自主持 台灣釀酒商協會成立大會 接下理事長一職 但此時的他早已接獲 財政部通知 嚴世異動 目前是還沒有 因為昨天晚上剛剛得到金牌 那我想同仁會詳細的評估 林洋配再次奪金 本該是台九金牌配金牌 最佳發揮時刻 因為上一屆東京奧運 林洋首次摘金 就是在丁彥哲極力促成下 推出林洋配金牌限量罐 引發抢購潮 如今仁氏令來得突然 丁彥哲跟記者證實 接到通知後 已經收拾辦公室宿舍 陸續將物品送回雲林家中 至於接替人選 交接時刻 尚未定案 2019年48歲的丁彥哲上任 成為台九史上最年輕董作 疫情期間 快速組防疫酒精國家隊 獲得好評 創新思維 也替百年老店注入活水 五年五個月任期 原本被看好會超越徐安璇 成為台九公司化後 最常受董作 如今戈然而止 但除了台九之外 異動的還有他 目前還沒有推出 股市的穩定措施 周一才針對台股大跌簽點 出面召開記者會的 證交所總經理簡歷中 據傳將接任 貴買中心董事長 最快本週無底定 我認為大概大部分可能都會更換 歷經一次大選 除了專業之外 在選戰過程中 服選多少 然後戰功多少 在國營事業跟公股航空方面 接下去你都可以看到就是說 這個會反映出一些政治現實 跟專業上的一些考量 選缺一年半的台延董作 也傳出將由台南幫前立委 李俊毅接任 人事令已經在走程序 確認後將發重訊說明 五二林蔡霞賴上 四百個國營董作大班封 新人士也引發各界關注 民視新聞在林大維台北報道